每个月两回 大爱妈妈走入八生共和小学 为学生说故事 分享禁思语 看到他们懂得这些礼貌 就是小孩子的进步 听到小孩子讲 一去禁思语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阿明毕竟他们有学到我们所带入的 大爱妈妈进入校园 带动慈祭人文已经十年 虽然每次只有短短半小时 但长时间耳濡目染下 班导师也看到学生的改变 看到学生们的改变 从不做功课 或者他们平时都不发言的 现在只要大爱妈妈带动唱歌跳舞这些 他们都很喜欢很喜欢 而且会无时无刻念那些禁思语 只要道德有上过 他们都会拿出来说 禁思语 孩子朗朗上口 生殖心中也在生活中发挥作用 那困难的东西你不要做 你才会觉得很难 我以前的功课很难做的 现在快快了 把奶奶洗碗 妈帝了 校长刘春燕认同人文教育 在校积极推动 也希望这股善的力量能影响家长 开始我们是净查给老师 毕业之前 过后我们最近几年我们是做净查给家长 就是说让家长们感动一下孩子可以净查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亲子关系 志工走入校园不善种子 积许带动学生良好品德 大约新闻许保林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道